這個學劇做加減、數數、懲罰都是ok的 學數學之外還有玩創意 從來 做數學、做數學、玩數學 這是麥斯小方塊有六種顏色 每一種顏色有12顆 這個學劇也很適合你們家小朋友來玩 我們先介紹五、六歲的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這一張卡片 我們必須要先把這些銅型做出來 在做這個圖形的時候 這個連接點能夠盡量埋到裡面 等一下要拼圖的時候更好拼 可以把2號拿起來放在它的上面 這因為一樣大就對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要觀察一下 還可以在哪放兩個 如果是放3號的話 它就會是這樣子放 對 剩下這個圖形是不是就很明顯 那這樣子放進了就可以了 對 那放好以後我們可以問小朋友 這個圖形 是用哪三個做起來的請說出號碼 會有2號 會有2號、3號、7號 非常好 現在還可以放哪一個號碼呢 還有別種答案 對 如果是這個 很好喔 找11號很好 找3個的 然後再剩下一個圖形是不是有點明顯了 對 就有點明顯 厲害喔 我們就來看看後面 耶 我們正在答對了 孩子在拼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要去觀察那個形狀 所以它對平面圖形 就會有比較多的一些 認識 那現在我們來看這個 現在目前這個是幾號在這裡 這個是3號 你覺得這裡可以放哪一個 跟剛剛一樣就是4個T的話 4一個T在這邊 這邊的話就是可以拼剛剛的那個 剛剛的2號了 那你可以引導小朋友來看一下 他跟他有哪裡不一樣 就是反過來嗎 喔 等於是一棟大樓 然後你從前面看跟後面看 不一樣的差別 很有想法 對 這樣小朋友他就比較有那個大樓的概念了 這個還有另外一個答案喔 應該不能用4號啦 因為這個 可以 這可以嗎 可以 4號 放這樣 喔 剩下的就會很明顯就會是這個 現在排的是幾號跟幾號跟幾號 數字小的先說 3 4 5 很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說的幾何直觀跟看久 喔 好 那我們現在是想要引導孩子一個有序思考 那我們會引導小朋友說我們從1號開始看看 1號可以嗎 1號不行 2號呢 2號也太長 3號呢 3號也不行 為什麼不行 3號只能放一下中間啦 對放下去都被切開了對不對 所以3號不行 4號好像可以喔 對 4號放進來之後他缺誰 缺11號 11號 很好 那這個4號呢 還可以放別的位置嗎 我剛剛好像發現6號是不是好像也可以啊 厲害 然後就一樣是配4號 相信4號可不可以放這邊 可不可以這樣放 4號如果這樣放好像 厲害厲害喔 很好 你剛才的動作是很棒 平移旋轉翻轉 對因為原本的8號他長這樣啊 換不下去 像這樣子的題目就可以引導孩子從前面開始看 讓他照順序找找看 對很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考驗孩子說不可以拼要用看的 好像5號如果放一個5號 可以喔 很好 原來又是8號 5號如果放這裡呢 可以接誰啊 可以接3 這樣子的凸顯你覺得你們的小朋友會不會很喜歡 我覺得這個也是蠻有挑戰的 對 現在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學劇的另外一個玩法 數數還有加減 那你們的妹妹不是比較小嗎 對啊 你可以讓他用數數的 譬如說我現在說請你拿出兩顆藍色 兩顆藍色 再拿出三顆黃色 三個黃色 問他說那這樣總共有幾顆 1 2 3 4 5 對 然後你可以引導他說 哇兩個和三個合起來有幾個 5個 對就像這樣對那個小的妹妹可以這樣子讓他練習數出來用嘴巴說 哥哥嘛他5 6歲大班就是問他說 兩個跟三個合起來有幾個 可以說2加3是多少 5 妹妹先學用數的啦 哥哥就是可以學加法了 對對 好我們就引哥哥的加法這樣子來做說明 來請你拿出4顆綠色 好 再拿兩顆黃色 黃色 好然後現在呢你把他並在一起 4加2一共是多少呢 你可以引導他就是寫4加2等於6 然後也可以做減法 譬如說好現在總共有幾顆 6顆 好那我如果減掉2呢 就1 2 3 4 好 那如果6是減掉4呢 1 2 對 就等於是同樣一個可以4個算式啦 對 那現在呢我們再來換一題 請你呢看著這一題把它擺出來 好 那請你用算式來說總共有幾個 5加3等於8 我可能就問他說那3加5是不是一樣的 很好 因為他現在有在死倍99乘法表 我可能就會說來 那這個 你貝貝看2 2的倍數 2 4 6 8 那你可以讓他說兩個就是2 1 2 對不對 然後再加兩個 2 3 6 然後再兩個 就2 4 8 那這個其實 二名幾才交的 五六歲就開始了 他就是像學唱歌一樣 就是先背而已 這個學劇呢 來做加減 數數 乘法 都是OK的 我們可以根據孩子的程度來做引導 老師那我這邊還有看到像這種 這麼酷的圖形 因為我們所有的學劇都會有學術學之外 還有玩創意 這個是你最厲害的 來你們想問一個最喜歡的 小朋友不要氣餒 小朋友不要氣餒 你要跟他說沒關係 他應該會笑得很開心吧 對 欸 請問你哪裡錯了 我這邊錯了 哇有沒有很可愛 做創意的時候你可以問問小朋友 就說 那哪一種顏色最多 哪一個顏色最少 你也可以讓小朋友來練習出題 什麼顏色跟什麼顏色加起來幾個 比方說 黃色跟淺綠色 合起來有幾個 如果說你在家裡有這樣培養他會說題目 他以後到學校去 老師出了題目他就會很容易理解 那我們小朋友在學數學 有些時候都是因為題目看不懂 對 字越來越多 好 那現在我們來做第二個創意 你想做哪一個 這隻小狗 你要做小狗 對 小狗 重來重來 哎呦沒關係 是羊嗎 是狗啦 是小狗 那我們還是可以讓孩子出題目 我們這款學劇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 是會讓孩子先做數學 嗯 之後呢要讓孩子說數學 就是把他的想法啦 跟解題思維說出來 然後再來就可以玩數學 除了我們提供的這些造型之外 還可以做很多創意的造型 老師啊我都來這麼多次了有沒有什麼bonus不一樣的 學習玩法 喔那當然是要提供給你囉 其實我們這個學劇呢 他可以玩到六年級 六年級 就像這個造型 這個就是我國小的時候最討厭的數學題目 這是大師兄 我們是在身上部的人 點附信 那你怎麼過 就是這個